租屋套房 女主人还没下班 突然有人开门 一名男子打开浴室的灯 看了几眼 然后把脚踏垫挪正 再瞄了房间四周 踩把门关起离开 这名男子就是房东 被女房客指控 没经过同意 擅闯房间 我们里面住的东西女生 其实那也是一种不尊重 会经过房客的允许 就进入那个房客的房间 这样我就是不合法 高雄一名女网友 脸书分享租屋遭遇 每周都会有打扫了阿姨固定清洁 房东负责开门 发现房东在聊天的过程中 似乎对他房间内的摆设很熟悉 调监视器看 发现房东多次 趁他不在家时进出房间 女子决定退租 房东还狮子大开口 窗联费9000 房间清洁6000 弹簧床垫除位报价3000 就连浴室的壁砖 均裂了也讨2万块 裂出5万1000元的清单 扣掉押金 还要给7000块 女子才全身而退 有些是老屋重盖 那如果有漏出来的话 你再算 这样算房客是还蛮不合理 房屋的均裂的情况 这个是属于房屋的自然耗损 当然是由房东 他来承担这一部分的损失 不能够转嫁给房客 律师说 房东没有事先知会 擅自进房客的房间 这算侵入住宅 还有以各种不合理的 明目在收费 恐怕也涉及了 诈欺取材 侵入女房客的房子里面 这可能构成的是 刑法的侵入住宅罪 床垫的味道 这个是个人主观感受的问题 并不能构成物的损坏 女房客也把租约公开 里面有好多不平等的条款 房间内禁止饮食或是料理 怕有蟑螂蚂蚁 洗澡之后 地板玻璃镜子要擦拭 避免有水痕 而先前也发生过 一名单身女房客 签约时 蒋名不跟房东同住 入住之后 男房东要求搬进来 女子拒绝 要求终止合约 还被扣违约押金 在外打拼 还要遇上这些麻烦事 TVBS新闻 徐季红 高雄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